他在柏林跟德國工商界代表交流 其實你喊得出名號的德國的廠商 他們都去了西門子 大眾 巴斯夫 B&W 通通都去了 然後呢 李強也問說 哎呀 你們不是常常講什麼 對華降低依賴 去風險 你們怎麼看待的呢 德國工商界代表他們就統一說 兩國經貿合作要更深入 去風險就是要加強國際合作 脫鉤是行不通的 巴斯夫在中國大陸投資100億美元 然後還有包括了這些默克 這應該100億歐 然後默克 西門子 B&W 這些 都是希望能夠加強在中國大陸影響力 2022年德國對華投資來到 115億的歐元 創歷史新高 然後呢 大陸又以 3千億歐元的貿易 連續7年都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好 我們再來看到說 大使特別提到了 馬克宏的這一塊就是 法國的這一塊 除了剛剛說的 他要檢討國際的金融秩序 那不就是講檢討INF 對 檢討市銀 這些國際的金融秩序 另外他也說 他也對於美國的東西 其實也很感冒 他說歐洲在空域防禦 應該尋求更多獨立性 而非過度依賴美國 對 其實馬克宏 基本上他還是對國際政治的 這些本質了解很深很清楚 他在這個機會 在這個時機上 他要展現他領導性大國的 所以他檢討的其實是戰後 二次戰後美國所建構的 國際經濟秩序 這個建立在IMF跟World Bank這上面 那這個其實是美國打著 國際組織的旗號 用來這兩個國際組織 來操控國際經貿秩序的 兩個最重要的工具 對 所以馬克宏現在在這呢 事實上他在希望 重新建構一個新的 國際經貿秩序 尤其金融方面的秩序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一方面 中國大陸 符合中國大陸長期利益 另外一方面 馬克宏走的戰略自主 跟中國大陸的這個 整個國際的 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區 這個叫什麼 地緣政治的利益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派 李強親自去參與 這個捧場 這是有極大原因 剛回到德國 其實我認為德國這盤旗 已經定局了 也就是說沒有什麼 脫鉤的問題了 因為延宕兩年左右的 中國大陸 港安公司 這個入股 漢堡港的這個計畫 那麼這次也定案兩年 這個是一個非常具指標性的案子 我覺得除了華為以外 這個案子最指標 也就是說德國內部 根本就沒有 沒有其他反對聲音了 基本上就是跟中國大陸 重新建構完整 而怎麼樣 而健康的一個經貿關係 那美國的 一直在這個 這個整個導演的 這個全球 他西方媒體 西方這些小弟們 跟中國大陸經貿脫鉤的 這一個 整個政策 我認為 已經翻過一頁了 已經是歷史的 已經不是現實了 真的是翻過一頁了 不是你美國說了算 我記得亮哥曾經說過什麼 美國常常叫人家 什麼要選邊站 然後你沒有辦法 叫人家選邊站的時候 就說我們沒有叫你選邊站 比如說東盟 他說我們沒有要叫你選邊站 就是因為你選 沒有辦法叫人家選邊站 然後你是做不到脫鉤 然後就是我們不是脫鉤 是de-risky 是去風險 就你做不到 美國自己做不到 德國當然也是做不到 那尤其是剛剛大使 特別講的這一個 也就是漢堡港 這也是很重要的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海運 它其實就漢堡港 這個福地貨櫃碼頭 簽署了最後的協議 也就是這個碼頭 它的占比是24.99% 這個其實拖了兩年 現在終於也定案了 那代表什麼 第一個 當然漢堡港是德國最大港口 也是歐洲第三大的海港 中國大陸也是漢堡港 最大的貿易夥伴 本來你就需要靠中國大陸 然後那你這邊拖來拖去什麼的 那因為你德國 其實還是有一些 之前有抗中的力量 所以拖了一下子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也過了 你看李強去 真的就是已經全埃落地了 另外呢 漢堡港是中原在歐洲 佈局的最後一個環節 也是一帶一路 中歐錄運的重要一個環節 我們看看漢堡港 在這個地方 中歐班列 你看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支點 你不靠中國大陸 你到底這個漢堡港的優勢在哪 對 所以這個是經貿的利益之所在 你為了配合美國的這個 全面圍堵中國大陸 那要德國人付代價 這個已經行不通了 我覺得從布林肯這次訪北京 自己宣告這個經貿脫鉤的 美國自己主張的 經貿脫鉤政策不如歷史 那當然歐洲不是樂觀 歐洲搶在你前面 所以大概都很清楚了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認為就是說 在經貿這一仗 美國已經宣告失敗 可是這個對台灣 並不是一個好消息 為什麼呢 美國就只能倚重什麼 倚重台灣這一支 美國本來有兩三個工具 經貿工具打不下去了 現在怎麼辦 就靠台灣這個工具了 所以呢 我覺得美國 不會輕易死心的啦 可是呢 跟中國大陸的這場所謂的 激烈的競爭 不會輕易死心放手 可是問題就變成 他的別的工具 失靈的話就要靠台灣 台灣這張牌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處境 會更危險 對 美國這樣 又要打台灣牌了嗎 那這又是中國大陸 紅線之紅線 所以呢 中美就算布林肯訪問大陸 但是呢 未來怎麼樣 大家也是很關心 尤其你會不會又再打 所謂台灣牌呢 那大使你再看一下 說未來 這個李翔真的忙 忙到說還要出席 27號第十四屆的 夏季達沃斯論壇 他找了非常多 巴貝多總理 蒙古國 紐西蘭 越南跟世貿組軍的秘書長 都要去 對 這個達沃斯論壇 事實上是 中國大陸很多領導人都去 這個是一個對整個 整個國際的 這個商業社會 也就是說這個 business community 的一個很重要的 公共管道 那我想李強他有很多訊息 要在這裡 跟國際的大的公司 大的財團 投資者也好 這些製造商也好 貿易商也好 他要把中國的政策 目前最重要的 經濟跟貿易政策 向這些人去解釋 那基本上中國大陸是持續走改革開放 這條路我想 李強就是要去做一個說明 沒錯 李強就是要開大門走大陸 好美國不斷的想要在中國大陸周遭呢 能夠阻起包圍網 那尤其最近拉什麼拉菲律賓 日本拉這一些 另外還有呢是印度了 我們來看看最近啊 這個美國的白宮國家安全 顧利 蘇利文就說 其實之前他有特別提到 蘇利文要訪華之前 他提到說華府不指望了 布林肯在訪中獲得任何突破 更重要的外交活動對美國來說 是印度總理莫迪訪美 你看哇捧得這麼高 那莫迪可以看到呢 他其實他們呢自己的黨呢 還公佈了這張照片 真的很吹捧莫迪喔 說莫迪真的很受寵 尤其是他其實2016年6月 就已經在美國聯席會議的 發表演講這次又要去了 然後呢他這次的活動有包括什麼 21號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主持 國際瑜伽日 接著呢就在白宮 接受拜登的接見啦 然後莫迪也會到 美國的國會聯席會議上 發表演講 會成為首次兩次在美國國會 發表演講的印度總理 蘇傑森外長說 真的只有少數人做過類似的事情 包括丘吉爾曼德拉 意思就是莫迪就是跟丘吉爾曼德拉 齊名啦 Politico特別說 拜登要舉行國宴招待莫迪喔 只有法國總統馬克宏跟韓國總統呢 尹錫悅受到這樣款待 然後呢批評說 拜登把傳統地緣政治 置於人權問題之上 意思就是 其實印度的人權 美國其實也蠻多雜音的 對其實印度等於說是 怎麼講呢 他是功逢其勝 什麼勝呢 就是美國籌組全球反中聯盟 對印度等於鹹魚翻神喔 等於要搭了一個便車 現在突然對美國人來講 變成喔 習日的什麼 習日的這種喔 看不起的對象 現在變成坐上兵 嗯 那你可以上一次 2016年 那是真是 美國開始搞印太戰略的時候 印太戰略是從 這個歐巴馬開始的 印太然後 Pivot to Asia 就是再回 重返亞洲 那時候美國就已經看著莫迪了 莫迪你知道 他在做這個 這個做神掌的時候 他因為 這個迫害印度教徒 那個事實上被美國限制入境 譴責過的 可是他當上總理 因為美國的地緣政治因素 就讓他還去美國國會演講 對美國是利益掛帥 那些所謂的價值人權什麼 通通是什麼樣 通通是在美國來講 根本不是核心的考量 就兩套標準 兩套標準 所以本來這個 莫迪做神掌的 Gugila神的 他在裡面搞迫害印度 迫害這個會教徒 穆斯林的時候 美國是把他限制入境 對啊 當時是這樣 可是呢 醫藥有用了 對美國有利益了 馬上奉為做上兵 還讓他去這個國會演講 所以啊 印度其實心裡也很清楚啦 那他知道 他現在就是因為 美國的全球戰略啊 他現在突然水漲船高 那他當然也拿來做個宣傳啦 那他去 去美國這次訪問 當然 美國就跟這個 這個蘇勒文講的 他一定好好啊 讓他怎麼樣 款待喔 款待 款待 捧一捧 那可是印度人也沒那麼 也沒那麼傻 印度什麼都是要 他要好處的 然後印度人 基本上 他們的心理素質啊 非常的強 從辱不驚啊 什麼壞事該做就做 坑殺投資者啊 外國不敢做啊 他專門坑殺投資者 所以你會覺得他蠻怪的 他邏輯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他在美國 這個受到這個 這一次會大受禮遇啊 我想是意料之中的啦 可是呢 第一個 印度真有那麼笨嗎 會完全被你所用嗎 我想美國人啊 應該要搞清楚印度人 印度人跟亞洲人 孔子這個 所謂的儒家文化圈的人 不中啊 那個儒家文化圈是 你敬我一尺 我抱你三尺啊 那有一位先生 最近表現的 就很儒家文化 就是那個尹錫悦先生 哇 美國給他吃香喝辣一下 你看他現在喔 不是投桃報李 人家投桃他抱什麼 他鮑魚這個鮑魚海鮮 所有的這種 魚刺都還給美國了 完全不顧自己的利益 印度不會 印度不會 印度看得清楚的很 你像這個 前一陣子俄羅斯也上當啦 他說你買我那麼多石油 你付我一大堆印度蘆布 現在我跟你用印度蘆布買東西 你還不接受了 所以印度就是這樣子的國家 那我覺得美國現在 反正也是 反正他也就是 給以虛名嘛 可是你實際要用應用到印度 你就要印度說 你在這個中印邊界上 你再發動一個戰爭 印度會幹嘛 也不會幹 對 沒那麼傻吧 印度反而應用美國呢 去跟中國大陸 這個做交涉 所以我是覺得 第一個印度實力沒那麼強 第二個印度人極為狡猾 善變 所以呢 我覺得美國現在 也沒有也沒什麼 就是要他 也是用虛的 給予虛名 實際上給予什麼 沒有錯 他現在這個 戰鬥機的引擎 像機翼要到印度去生產 對 然後在軍武方面呢 給予印度比較多一點的協助 這有什麼用 你知道印度的武器系統多混亂 對不對 以前是他蘇凱 蘇凱37他可能都有了 對不對 然後他又造了 造了他的這個航空母艦 對 然後他的這個 整個又有國造的 又有這個英國的系統 又有美國的 俄羅斯的系統 主要俄羅斯 最新型俄羅斯為主 現在又加入美國系統 對 這種聯合 聯合國式的軍隊 會增強他的戰力 我覺得也未必 對 那美國跟你合作 35億美元 馬上就跟你印度要了 是 那美國給予印度的什麼 這個 把你送到國會 你去讓那些國會議員 沒事 隱隱某事情 坐在那邊聽你莫迪講 講一些空話 就如此而已 對啊 所以莫迪 他可能也算得很驚 尤其莫迪是非常會操作 他的民意的這一塊 民調的這一塊 他知道他 跟著美國 他自己會有一些 民調的反彈 我們先來看看說什麼呢 說美國現在真的 怎樣給印度很多的一些 甜頭嗎 尤其是來看到是 路透社有提醒 提到了這個新聞 說印度要採購由 通用原子生產的 MQ-9B的無人機 結果是多少 31架 然後要30億美元 這個金額不低 一個無人機 一個要價快1億美元 那這些無人機的價格 其實還被說 比殲20快要 還要來了昂貴了 因為殲20一架 大概是1.1億美元 那你買了這個 MQ-9B 居然要30億美元 這就黑吃黑嘛 對不對 一個比一個金啊 我在這邊 跟你講好話說盡 可是我這個東西 一架無人機賣的比 不是一架 31啦 31架 可是它的單價 單價是很高 比第五代 中國的第五代戰機 還貴 對不對 那印度問題 為什麼 印度是一個 很腐敗的國家 很多 很多這種 大 大額的軍事採購 這裡面的Commission 很多人要拿 買貴的無所謂 就是跟現在的蔡英文 這一群人一樣 他這個東西 他就是裡面 有極大的利益 很多這些貪官污吏 在裡面要上下其手 所以很奇怪 這些武器你賣便宜 還沒有人要 賣貴的時候 有人要搶 對 所以這個市場 還幫你遊說 對 這個市場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不要低估印度政府 腐敗的能力 別的能力不強 腐敗能力事實上 在世界上 是赫赫有名的 那整個我覺得 美國跟這個 印度這一場 marriage 我認為是一個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是相互的利用 那能夠產生多大的作用 其實我認為不大 因為在1962年 中印這個 中國在這個印度 中印邊際反擊戰的時候 基本上 那時候美國已經 強力伸手 入到中印邊衝突裡面 當時美國給印度 很多很多的資源 可是你後來也沒有辦法 美國想看到什麼 中印大戰 不可能 對 美國花了多少功夫 印度最後比較輕 俄羅斯 是啊 也沒有跟著美國走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 這個短暫的 這些表面的這種東西 其實過去都做過 對 而且 說實話 美國在這一次 像Politico講了說 印度的這個人權 紀錄糟糕的不得了 現在印度東北角 這個暴動還在大規模進行 族群之間的殘殺 那個已經非常嚴重 美國就視而不見 對啊 那叫什麼布林肯 在對中國大陸 現在很安定的很多地方 西藏 新疆都極為安定 經濟發展極為快速的地方 還說種族滅絕 他去干涉什麼人權 所以美國這個國家 我覺得一想到人權 我就覺得 這國家真的是 臉皮夠厚 真的臉皮很夠厚嗎 那跟印度比誰的臉皮比較厚呢 大家留言可以聊一下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都講說 去印度投資 真的要特別注意了 那現在呢 因為他去訪問 莫迪訪問美國 也跟Tesla的執行長 馬斯克有會晤 然後結果呢 談了半天之後 馬斯克傳出消息說 討論要去印度設廠的可能性 路透社也提到了 Tesla去年 也因為印度的進口稅太高了 把這個計畫擱置了 最近呢 印度有關的官員 又重新想要展開會談 欸 Tesla去印度投資 這個生意 嗯 對 他基本上 他一定要跟印度政府單獨談 印度政府這個 我們這個貿易上 有所謂的進口替代 Import Substitute 原理由就是說 我把你的關稅給你提高到 關稅不是百分之一百 是兩百 有的時候 印度有百分之三百的關稅 基本上就讓你進不來 那你要來的話 你就來我這邊設廠 這是印度 他所謂的 他的貿易的一個 基本的理論 所以印度是在WTO裡面是最 最為保守的一個保護主義者 嗯 那莫迪是開放的 那可是呢 就是說印度所有你今天不管說 你任何公司進印度去投資 都是印度政府特許的 那特斯拉想要去印度去怎麼樣呢 去生產 在印度生產 真的效率很差的 我不認為他今天在印度生產的東西 能夠拿到印度以外來賣 他是基於印度 正在快速興起的一個中產階級 這個客群 那他就把他生產先放在印度 在印度生產印度賣 我認為他只能做這樣打算 你在印度生產東西你能外銷嗎 不太行的 那所以我覺得特斯拉 基本上是想要在印度賣他的 開拓特斯拉的廠子 那他基本上就是說 我反正東西進不來 我在中國生產 在美國生產 我在墨西哥生產 根本進不去印度 因為他關稅給你200 對 所以他就要 被迫要到印度內部去生產 那印度說實來 你要賺錢的話 印度就要開始坑你了 印度是專坑投資者 可是印度就是這種哲學 他寧願不發展 印度寧願大部分人窮 可是問題就是 印度基本上政治少部分 在少部分這些特權人士 在那邊掌握的就好了 他有利益就好了 他從來也沒有認為 印度人要吃飽 全印度人要脫貧 印度人要吃飽 印度人要過好日子 印度哪一個政治人 我有這個想法 印度就是他們這些特權 吃好穿好就好了 那些賤民他會去趕嗎 對不對 然後印度這個國家 在國際上有榮耀就好了 讓他們這些印度這些 特權階級 他覺得有面子 就這樣 你說印度有像中國大陸說 我有什麼全面脫貧嗎 我要國家要全面小康嗎 印度根本想都沒想這個 所以你今天來賺錢了 印度賺我的錢以後 對不起我就開始用政治的方法 來坑殺 被坑殺的廠最近他們在坑 在坑小米對不對 是啊 罰款 48億 48億人民幣 那這個紀錄比比皆是 被他坑殺的廠商 對不對 微軟被罰70億 然後IBM被罰537億 Nokia被罰270億 然後谷歌被罰227億 你只要在印度賺錢了 他就要把你賺的錢 要把你吃掉 就用他的所謂 他也搞不清楚什麼法令 他法令就給你 就罰你錢 審法院是印度開的 印度開的 意思就是說 我就在我自己家裡搶你 有什麼不行 對不對 那反正 江泰公釣魚院者上鉤 你走了以後 還是有人會來 就是那不怕死的人很多 對不對他想說 哎呀 你被吃是你傻 我跟印度政府鬥一鬥看 到最後還是被吃 就這樣 對 所以這個大使也提醒了 特斯拉想要 因為他必須看到 這個14億的人口 的確有些中產階級 慢慢起來了 你想要去那邊賣東西 但是你就必須 設廠去這個地方 但是你要特別小心 這個印度也不是省油的燈 真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尤其小米最近真的也是蠻慘的 被凍結48億人民幣的 這個相關的資金 賺的錢可能都吐回去了 那蘋果最近也在說什麼呢 也想要進入加大力道 進入到印度的市場 說很重要 庫克也說想要看到印度的市場 因為現在很多中產階級 慢慢起來了 但是來看到小米被坑 不過根據最新的 國際數據資訊的統計資料 2023年Q1 中國大陸智慧手機的廠商 在印度的綜合市場份額 從大概是81.42%的占比非常高 下跌到70.83% 儘管有下降 但是還在印度市場 占有主導的地位 所以蘋果啦 三星也想要分一杯羹 但是真的要注意 你可能賺的錢會被吐回去 另外說到了這個 特斯拉要在印度設廠等等的 我們也來提一提說 中國大陸電動車 中國大陸工信部說 今年一到五月的新人員的車 產銷 產大概是 達到了305萬輛 300.5萬輛 然後銷的部分是294萬輛 那同比增長分別是 45.91產的部分 銷的部分是成長了46.8% 然後新人員車 佔了銷售汽車總額的27.7% 然後中國大陸也有個最新說法 說對於你買新人員車 然後也有它的稅 有免徵車輛的購置稅 比如說2024年1月到2025年12月底的 這個新人員車 免徵車輛的購置稅 意思是鼓勵大家買新人員車 對 中國大陸因為有一個所謂的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要改變中國大陸整個生態環境 環境的保育 中國大陸這個定了目標 就事實上就要落實了 所以其實整個中國大陸的 綠能的產業發展 跟中國大陸要把這個 整個的環境保護做好 是很重要的關係 所以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中國大陸在這個 整個的這個 所謂的這種 能源轉型跟工業產品轉型上面 它做的是最快的最落實的 還有有一點就是 本身中國大陸的政經體制的話 它事實上政策的 執行力非常強 對 像歐美沒有辦法做 為什麼 因為它所有的所謂的油車 它整個原來的既得利益 你要知道油車它一系列 從它的保養到它的設備廠商 那麼多 它既得利益要保存 那所以它就必須要 它就沒有辦法讓電車 這麼快的取代油車 傳統油車的時候 中國大陸不會 中國大陸是完全是政策導向 然後政府上面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目標設定以後 下來就是怎麼樣 執行 執行跟達成率 所以才造就了 中國的電動車的這麼多機會 譬如說大陸的很簡單 你今天以上海來講 你掛綠牌的電動車 基本上馬上申請 執照就有 那你其他的你油車 你有錢買車你買不到牌照 要等著 它叫什麼招標還怎麼樣 那一個下來可能八萬塊人民幣 十萬塊人民幣 所以你可能會等一年到兩年 對不對 所以他說你油車你掛綠牌 我馬上就有 你買了我牌照立刻就有 那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獎勵 誘因 另外一方面在這個其他的 譬如說免稅額對不對 那汽車 汽車用能源 你用新能源的車 你交的 比如說稅額 就很少一點 這個是也很大的鼓勵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賣的新車 現在幾乎到四分之一 是新能源車 27% 這個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你下載中天新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下載中天新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專家說美國要把台灣 呼克蘭化 右大陸打台灣前置大陸發展 這些綠美不會告訴你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 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和情緒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是多一頭影響